好那么接着我们上节给大家讲的 分类问题引入感知机算法 那么我们下面给大家介绍 第二种分类问题的算法 这个就叫KNN K临近算法 那么K临近算法呢 顾名思义临近临近 它使用了这一种比较临近的点 来预测我们这个点的分类的一种方法 那么用一个比喻来说呢 其实我们说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甚至有的人说呢 你这个人的特点 就是你周围的五个人的特点的平均 或者有的人说呢 你这个人的智商 就是你最近的三个人的智商的平均 其实这些思维都是讲了一个临近的思维 也就是说 你需要找到跟你最相近的那些对象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 关于我要预测对象的属性 无论是分类 还是回归 当然今天我们主要着重讲的是一个分类的问题 OK 那么我们说呢 KNN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它是一个最为灵活的分类方法 跟上一节课我们讲的感知机 那种生物启发的算法来看 KNN更少的从这种数学的这种直觉来入手 而更多的是从生活的直觉入手 那么我们来说呢 KNN几乎不依据任何假设 它唯一就做的一个假设 就是相似者相近 那么我们说它是一种做比较的方法 我们说呢 最简单的机器学习方法呢 就是围绕着相似性来说的 那么相似这个点呢 如果说简单的来看叫相似 而如果换做数学语言来说呢 它们应该叫的是相近 也就是说一种距离的相近 在我们的这个特征平面 X1 X2上 我们昨天讲了 它可能是这个我们厌尾化这个数据集 就是花瓣的这个长度和宽度 或者花瓣的长度和花唇的长度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数据集上 我们会有class A和class B 两种不同的花 那么如果我们有个新的数据点 我们需要判断它是哪一种花 那么我们能做的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是在它的周边找一些已知的数据点 看它们所属的这种分类是哪一种花 那么我的这个新的点就是哪一种 OK最多的那一类决定我的分类 如果我周边都是假种花 那我就是假 如果我身边都是乙种花 我就是乙 就是非常的简单 那么这一点上来看呢 大家觉得其实也是有道理的 对不对 就是说还是我说的 相似者往往是比较相近的 好 那么我们就讲一下这个距离 围绕这个距离来讲一下 那其实距离这个概念 大家可能觉得很简单 对不对 我们中学就学过距离 但是呢 在我们的这个机器学习算法里面的距离 稍微比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的这个距离 要复杂一点 要复杂一点 那么我们来看 首先呢 如果说大家说距离 那么高中里学的距离 都是叫做欧基里的距离 欧基里的距离呢 无非是大家看到这张表里有一个这个 D对吧 他把它变成用高股定理来求 就说 X2-X1的平方 加上Y2-Y1的平方 然后去取一个根号 对不对 这我们可以写上DurtaX平方 加上DurtaY的平方 那么一个根号 我们就可以求得欧基里的距离了 欧基里的距离 其实这么容易求呢 所以我们说大家觉得可能这个很好 很好办了 这个KN他们就都是把所有的点都求一下 即使它的特征超过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无非是在后面再加上这个 我们说把这个Y变成X2 DurtaX1 这样加加进去 这样加就可以求了 但事实上呢 如果大家觉得距离就这么简单 那就错了 我们还有其他的距离的定义方法 比如说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叫做曼哈顿距离 它和这个欧基里的距离区别是呢 欧基里的距离呢 是说我们把基于高股定理 把所有的这个分量的平方加和再取根号 而曼哈顿距离呢 是说我取一个绝对值 再把它加在一起 我没有平方 我只是我是一次方 相当于我把各个分量的绝对值的差 我给它加在一起 各个分量的绝对值的差 我给它加在一起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两个分量的话 我的这个距离就是 就这个 大家看很简单 对不对 但是这里面深刻的一个含义呢 是要理解为什么这么定义 首先呢 这种曼哈顿距离实际上多用于呢 离散性的数据 也比如说呢 我们说离散性的数据 比如昨天给大家讲过的那个文章 对吧 就是说文章里面呢 有些有些这种关键词出现 对吧 就是关键词 那么关键词出现的一个次数 它就是离散的 它不可能出现1.1 1.2 1.3 这样它可能12345 它是次数 对吧 它是离散性的数据 对于离散性的数据来讲呢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这样的距离 为什么 首先呢 我们假设呢 在一个格上 在一个格上有格点P1和P2 那么我们需要从P1行走到P2 那么我们有 我们要求一个最短的距离 我们要求一个最短的距离 那么这 大家会发现的这个最短的距离 实际上呢 就是这样的 这个长度 为什么 大家可以比较几种走法 对吧 ABC ABC呢 虽然说它的这个路径是不一样 它走法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所走的这个格数完全是一样的 而且大家数一下值多少 是不是横 在在横的方向 纵的方向 我们我们经过一个补期以后 我们会发现 这个大家走的这个路径都等于这个 就等于这个东西 就是说它的横向的这个格数 和纵向的格数的一个是一个和 比如横向的这个 它比如说我们这里是 X1I 这是X1G 那么纵向的是X2IX2G 对不对 那么我们所走的这个所谓的总的格数 就是把这两个差值加在一起 对不对 大家仔细看 是不是就不是把这个差值加在一起呢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这里呢 真的是用到了一个非常简洁的一个定义 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是最好的 因为 因为因为这个 在对于这种离散性的数据来讲 它能够最好地表达 两个不同点之间的一个差距 OK 那就是最 这说我们一切都是以数据 为数据而服务的 数据的类型不一样 距离的定义就不一样 OK 这个是我们给大家讲距离 但还有一种明可夫斯基距离 不讲 因为它是对这两种情况的一种 一种 这种就是更大的一种升华吧 或者说抽象 但是实际的应用里面呢 并不一定常用啊 好 那么我们继续说一下 KN是如何决策的 我们说一个分类器呢 它就是一个自动决策的一个机器 对吧 就比如说人 人要做一个决策 非常的麻烦 非常的繁琐 我需要去统计很多的东西 但我用机器来做 那如何来用KN 让它自动的来做这样一件事呢 我们说呢 我们用的方法就是叫做 KN 那不是在给大家开玩笑啊 首先呢 我们需要在一个点的周围找到K个点 然后在一个点的周围找到K个跟它距离最近的点 那这些点呢 我们做一个统计啊 我们做一个统计 比如说呢 在这个K跟它距离最近的点 比如这里是出现了五个点 对不对 出现五个点 那我们就来统计一下 那些统计一下 就说这五个点都是属于哪一个分类 非常明确的啊 它属于哪一个分类 比如说这五个点有三个点是三角形 一个点是圆圈 一个点是十字 那么大家说它是哪一类最好的 那我们说它就应该是三角形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分类的一个机制 又被称作投票机制 也就是说选取某个位置点周围的K个临近的点 而这K个最临近的点里面 我们说肯定会分为几个不同的分类 对不对 那么我们最终预测这个点的分类 就是那个所属最多的分类 就是说这个K个点里面含量最高的那个分类 那么我们说呢 这个是可以用一个概率论的一个机制来理解的 所谓的每个分类的点呢 在这个K个点里面的个数 就可以理解为这个类的一个概率 那么我们来说 为什么它可以理解为类的概率 比如这里有一个十字 一个圆和三个三角 对吧 我们简单的来看 我们可以把这个概率的问题理解为三角形的概率 是5分之3P三角等于5分之3P圆圈等于5分之1P十字等于5分之1 然后呢 那我们说预测答案是选概率最高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选择三角形 作为一个我们最终的一个概率 然后大家说呢 实际上KN的方法是可以给出一个概率的 但是这个概率是不准确的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其实我们这个数据呢 受限于它的一个数量和质量 我们只能说近似一个概率 OK 那么在下节课我们会给大家更仔细的讲这件事情 OK 所以说呢 这个K个点呢 我们说实际上这K个的选取呢 很重要的就是跟这个概率的一个质是相关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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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